到那來看一方面看天音樂 一方面知道就是星期的玩意 在1932年開幕的林百會 在2010年中心開幕 今年將來到五千年 日本人數也突破六百萬 六月十個林百會特別交代中心開幕 五千年的記者會 跟大家說 他們今年是一條林四代的音樂風調 作為主題 民憂的大東敦史 演奏望春風含著四季風兩條歌 一月的大青湖 長浪春風吹著凌晨 一月的美人 一月的美人 有一個美人 一月的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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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年五週年慶 他們選擇了當時候早期的流行音樂 來介紹給林百貨的粉絲朋友們 大家來認識 過去他們透過前輩藝術家的作品 來認識林百貨 透過很多的文創品 來認識林百貨 而這一次透過早期的流行音樂 重新來詮釋林百貨 過去的歷史 跟現在的一個流行趨勢 所以歡迎在五週年慶的這個時候 所有愛好文創的朋友們 愛好林百貨的朋友們 可以再一次回到林百貨 來了解林百貨的過去 現在跟未來的一個發展 專程來參加記者會的台南市長 吳威天 對著林百貨帶動台南的文化創意風調 進一步來提電台南 找出台南的歷史意義是相當的困難 其實林百貨是重新開幕五週年 這五年來其實我們見證林百貨 掀起一股台南的這個文創巢 也掀起了對台南的 好像有一點類似文化復興 這樣子的一個感覺 那它不僅是一個百貨 不僅是一個零售 它在台南有歷史的意義 有文化的意義 所以我們覺得它是 重新開幕五週年 是心中充滿了祝福跟感謝 那在1932年的時候 那時候林百貨已經引領了台灣的風騷 那這個時候我們期待林百貨 在未來更多的五年 有一次又一次的 不僅在音樂上 文化上 創作上 以及甚至百貨的模式上 都能夠讓台南民眾 不僅是回憶而已 而且有未來對於文化 未來許多文化的這個發展 都有注入新的生命 200歲五週年也推出了IG列印機 要配合200歲的獨家的設計 要讓更多的年輕人 要像200歲 要像台南 100万 100万